要保持一个相对温和的这么一个政策 甚至与主张与印度要相对缓和一下关系 这样的话有利于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 那印度快报说 印度的机会来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 我是王宇田 最近我们的邻居巴铁巴基斯坦 政局突发动荡 他的前总理伊朗姆汉突然被议会罢免 现在新的总理被选出来了 叫夏巴兹谢里夫 对于这个政局动荡 印度快报说 印度的机会来了 究竟巴基斯坦的政局动荡 给地区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有请王宇飞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您觉得巴基斯坦变天可能会影响中巴关系吗 我觉得不会影响 巴基斯坦它的政坛的更迭 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主要是党派之争 应该说 伊末兰汉在位的时候就非常重视中巴关系 他的正义运动党和中国的党籍关系也很好 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现任的领导人 夏巴兹谢里夫 与中国的关系也一直非常好 所以尽管巴基斯坦他们政坛有变更了 但是中巴友谊关系的基础太牢靠了 这是一个 当然了 正义运动党和穆蒙谢里夫派他们的执政理念不太一样 伊末兰汉比较强硬一点 特别是反对美国以及西方对巴基斯坦内部事务的干涉 而谢里夫派相对温和一点 他们主张与中国的关系那都不用说了 一直保持友好下去 但是同时也主张在地区的一些地缘政治格局当中 要保持一个相对温和的这么一个政策 甚至与主张与印度要相对缓和一下关系 这样的话有利于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 那印度快报说印度的机会来了 那么您觉得他说的这个机会指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当然了是双方的紧张关系 因为双方有个克斯米亚的主权的争议问题 几乎每年都在克斯米亚地区有炮战发生 当然了他们理解这不是双方的战争 这是一个摩擦 这是一个方面 可能今后在克斯米亚争议问题上面 相对来说要缓和一点 第二个方面的机会是说 有可能双方在经济合作上面 可能会打开了更多的窗口 这确实是符合双方的期待 因为双方他们如果能够缓和紧张局势 发展了边境贸易关系 那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是有机会的对两国的关系的发展 你知道伊朗摩汉上台之后 一直推行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策略 跟美国保持距离 对印度比较强硬 当然跟中国好 这是肯定的了 现在谢里夫上台了之后 是不是就说他现在是一个温和派的话 跟谁好像关系都会改善呢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能有利于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 或者是他的安全形势的一个改善呢 对 这个巴基斯坦的现任政府就是谢里夫派政府 他们和美国的关系 相对前任伊末兰汉要好一点 因为伊末兰汉大家都知道 在执政的最后的时候 指着美国对他进行颜色革命 支持了谢里夫派 当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个说明就是伊末兰汉和美国的关系 相对来说比较僵硬 而谢里夫派与美国关系 相对来说要好得多 甚至他个人的关系 个人家族与美国存在的经济方面的联系 也比较多 所以夏巴兹谢里夫执政之后 必然会出现缓和的趋势 巴基斯坦跟美国的关系缓和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巴基斯坦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力量会有一番较量呢 比方说巴基斯坦 本来他的F16战斗机 被美国拒绝更新 甚至他靠了一片 迫不得已买了中国的歼10 本来他一直是想买F16的 但是现在既然歼10买了 现在又跟美国关系缓和了 那美国的F16如果再放行的话 那么巴基斯坦这边 是不是意味着两边的关系就很难处了 其实这种缓和它是有度的 巴基斯坦肯定会考虑到中巴和美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种平衡 但是呢 发展到今天 应该说呢 中巴之间的关系呢 应该会优于巴美之间的关系的 肯定 而且呢 谢利夫已经说了 巴基斯坦永远把中国放在第一位 就是国际关系当中 这个不会改变的 美国呢 也不会像过去巴美之间关系非常好的时候 什么武器都能卖给他 那段历史恐怕也回不去了 巴基斯坦处理好美国的关系 主要是要考虑到减轻美国呢 对他一些反对派的支持 对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是主要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不会把巴基斯坦发展的全部西洋 压在美国这个宝上面去 好 感谢王老师的讲解 你看到巴基斯坦不论怎么变 对于中国 那只有好跟更好的区别 那么呢 谢利夫的上台呢 可以说呢 是符合周边所有国家的一个期望 好 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